大家好,今天我想介绍一款野味的菜式 就是酱爆大虾 这款虾应该是很普通的冰鲜鸡尾虾 价格不太贵,我们就时常买来吃 材料很简单,有茄汁、热豆瓣酱、黑椒碎 切了葱和蒜蓉 虾洗净后,先放在一边 先来搅拌汁 1茶匙的热豆瓣酱和1茶匙的茄汁 两个的比例是1比1 加少许水,先搅拌 然后加少许糖 因为热豆瓣酱比较咸 加少许酸 加少许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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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就用完了 今次就不加了 烧热锅 加少许油 然后倒入虾 煎到两边都跟黄色差不多 然后加少许糖 煎到几成熟 就拿起它 烧烧热了 放入虾 鸡豆 可以准备 加些油,先爆香蒜頭 然後可以加一些黑胡椒碎 如果你家裡有白胡椒粒 你也可以中碎它 然後就加進去 不需要加黑胡椒也可以 這樣炒一炒 然後倒一些醬汁 把醬汁煮滾後 把醬汁放進去 所以之前的醬汁 不需要煎至全熟 像我這樣 就差不多煎至七成熟 現在再和醬汁一起煮 醬汁就更加入味 你說是不是 successfully呢 就像你一般的醬汁 煮到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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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成糊 煮到醬汁 煮到醬汁 完成了 開飯了 我最享受每晚的一頓飯 可以和家人一起坐在一起 可以聊天 慢慢吃東西 非常享受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